作者 耳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两百六十级 抢土灵 王灵看到这一幕 内心顿时挣扎 稍许他目光一闪 二话不说 身子立刻从雪峰之上 悄然无息地钻出 向着五行土灵飞来之位冲去 越来越近 八千里 七千里 五千里 三千里 在距离三千里时 王灵身子顿时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已然在了两千里之外 在出现的瞬间 他一拍额头 顿时口中吐出一个黑色的大印 这印一出现 便立刻散发出阵阵煞气 一道道残魂在这煞气之中凝行 王灵右手一点 这黑印慢慢升空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王灵深吸口气 双手迅速变化法觉 一道道尽致 从他手中立刻打出 落在四周 随后他一拍楚戴 紧翻在手 一抖之下 立刻弥漫阵阵黑舞 但转眼间 这黑雾便消失无影 刚刚做完这些 远远的 五行土灵便已然来临 那土灵极为狼狈 他看到王灵后 没有放在眼里 以他相当于化神后期巅峰的修为 虽说身受重伤 但对付一个原鹰后期的修士 却是说杀就杀 在他看来 王灵没有让他警惕的资格 在飞来的瞬间 土灵抬手一挥 顿时一股厚土之气 扑面而来 王灵刚一接触 便嗓子一甜 喷出一口鲜血 他体内原鹰 通体一阵 居然险些溃散 那土灵眉头一皱 身子没有半点停留 但就在这时 王灵喷出的鲜血 立刻化作一团血物 消散在天际中 与此同时 四周突然涌现大量黑雾 一道道禁止之气 立刻在黑雾中咆哮而出 环绕在土灵身边 紧接着 在土灵四周出现了八道 闪烁黑色光芒的禁止之圈 与禁气以及禁藩 组成一个巨大的牢笼 把土灵困在其内 王灵身子立刻后退 目光闪动 他知道 以自己的修为 无法与这土灵抵抗 但他本就没打算亲自上阵 只需要阻拦少许 等那手持猫笔的年轻人追上 自然就会分出结果 土灵显然发现了王灵的意图 怒吼一声 身子轰然地撞向黑雾尽致 与身边咆哮而来的禁气 根本就一点也不在意 事实也的确如此 那些禁气几乎刚一钻进土灵体内 便立刻消失 好似被生吞了一般 随着土灵的撞击 第一下 近番化作的黑雾 立刻少了一大半 并且从其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咔咔声 王灵顿时肉痛起来 他知道近番定然是出现了裂痕 土灵一下没有冲出 立刻狂怒 再次撞击而来 这一次 黑雾瞬间全部消散 近番虽说没有折断 但旗上的裂缝却是更多 王灵目光闪烁 眼看他土灵正要进行第三次撞击 此时啊 手持毛笔的年轻人终于来临 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 右手在毛笔的带动下 看似缓慢 但实际却是极快地向前一点 顿时 土灵惨叫一声 身子上的黑烟疯狂地涌现而出 他整个人立刻萎靡 他眼中露出不甘之色 正要再次撞击近番 王灵暗叹一声 右手一点虚空 顿时黑色大印 漠然间出现 狠狠地向下压来 煞气更是冲出 交杂着无数魂魄 如同天塌一般降临 土灵面部争鸣 整个身子突然化作一片黑色的泥土 向着黑印包裹而去 此刻 那年轻人睁开双眼 目露奇异之光 手中的毛笔再次移动 这一次 土灵化作的黑色泥土 立刻少了一大半 其去世也不由地为之一顿 黑印瞬间压下 土灵再次惨横一声 黑色泥土凝结一起 再次化作人形 只是他现在 依然处于半透明状态 似乎风一吹 便可消散一般 他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眼看那年轻人 抬起手臂 手中毛笔 就要挥下 王林身子立刻冲出 眨眼间便钻进进帆内 一点眉心 顿时一股庞大的犀利 在他眉心之处散开 那土灵顿时被这犀利一拽之下 进入了王林眉心之中 被收入天逆 王林来不及查看 大口一息 黑印回体 与此同时心念一动 近番消失 被他收入储物袋里 这一切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做完 他没有任何犹豫 大喝道 晚辈 白云宗弟子 家事轻松 说着 他神念控制 储物袋内的青山老者雕像 顿时身体涌现出 一丝岁月的意境 转身逃顿 那年轻人冷冷地 看了王林一眼 手中毛笔没有挥下 许久之后 转身离开 王林一路心惊 飞出万里 这才停了下来 他察觉到 那年轻人已经离开 不由地松了口气 所谓富贵险中求 这一次王林冒着极大的风险 终于从对方的牙缝中 生生把这土灵抢走 他打定主意 绝不再冒险 去获得其他五行之灵 这实在太危险了 稍有不慎 就会落得身亡的下场 而且 近番的损坏 也着实让他大为心痛 隐藏在一个雪风之中 王林检查了一下天逆珠子 发现土属性已然彻底圆满 现在 只剩下金 木 两种属性 天逆珠子便可五行齐全 就在这时 突然地面一刃 紧接着一座座 人手蛇身的冰雕 从地面上阵阵轰轰声中钻了出来 这些冰雕 正是之前王林查看到隐藏在地下五千丈的奇异之物 一座座冰雕拔地而起 冲破雪层 直接屹立在积雪之上 若是从天空向下望去 可以发现 这无数个冰雕组成了一个图形 这图形的样子 与冰雕之上的人手蛇身之物一模一样 冰雕出现后 立刻闪烁光亮 与此同时 一个个冰雕默然拔地而起 在整个四派联盟境内 所有的冰雕 全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几乎眨眼间便升到半空 天空之上的裂缝 除了正中间的巨大缝隙之外 全部无声无息地消散 紧接着 在正中间的巨大缝隙内 传出一股浓厚的深蓝色气息 这气息猛地扩散而出 笼罩了方圆万里之内 有一些四派联盟的修士 多闪不及之下 被这深蓝色气息一碰 立刻整个人顿时变成了冰雕 从半空摔落 甚至连体内的原因 也在这深蓝色气息侵蚀下 几乎瞬间便移动不动 这诡异的一幕啊 立刻使得四周的四派修士 纷纷震惊 接下来 那些飘到半空中的冰雕 诡异地开始了融化 也就是几席下 便全部消散一空 好似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 在它们消失的瞬间 巨大的裂缝内 在那深蓝色气息之中 一股磅礴的微压 从其内缓缓地扩散开 一个如同小山一般的蛇身之物 缓缓地从裂缝内降临 此物一出啊 深蓝色的气息更重 云涌着向四周扩散开 无论任何物质 凡是碰到这气息 全部化为冰块 王林倒吸口冷气啊 二话不说 身子再次从雪峰之上冲出 叛叹一声 急驰而走 在他身体离开雪峰不到三溪 那雪峰啊 便被扩散而来的深蓝色气息包裹 化成一座冰山 此时 那蛇身之物已然下了一半 可以看到 他自腰部以上 居然有着人身 实际上王林早在这怪物降临时啊 便已然猜到 此物就是那冰雕之上 索客之手 他虽说已然把此事 以预检通知了周五太 但对方到底有没有采取措施 就不是王林关心之事了 王林身子在地面上迅速游走 一直到那深蓝色气息不再蔓延之后 这才停了下来 面色阴沉的抬头望着天空 沉默不语 此时 站在苍龙之上的周五太 轻横一声 顿时他身下的苍龙身子漠然一动 在阵阵轰隆声之中啊 万丈的身子瞬间便从地面腾空飞出 张开好似可以吞下天地的大口 向着正在降临的人手蛇身之物逝去 那些深蓝色的气息 对于苍龙来说 好似没有任何影响 被他直接冲破 只是 在此龙吞向人手蛇身之物的瞬间 一个冰冷清脆的声音 从半空的裂缝之内传出 使者大人 你朱雀国答应为我出手一次 现在请你出手 把这条苍龙杀死 说话的同时啊 一个身穿白色翻衣 拥有一头黑色绣发的女子 缓缓地从裂缝之内走出 此女耻弱边背 绰约多姿 整个人身上 却也没有太多寒情 只是其双眼 却是有种执着之蒙 显然是意志 或为坚定之人 此女一出啊 即便是在余呆之人 也可以一眼看出 她与之前 被四派联盟杀死之人 区别太大 可以说是浩月与萤火之品 此女出现后 立刻抬起右手 顿时从四派联盟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漠然间飞来四道光团 分别是金木水火 五行四灵 傻了一个 此女眉头一皱 这先天武灵啊 她师父当年说过 这是红蝶出生时 天空出现异象 武灵自然凝聚 守护红蝶一生 这武灵刚刚出现时啊 并没有具备化神后期的修为 而是随着红蝶修为的增强 受到某种规则索引 自然突破吧 红蝶越强 这武灵便会越强 所谓因果也是如此 至于这武灵的来历 无人得知 红蝶师父算尽天地 以放弃自身修为为代价 终于算出一点征兆 红蝶乃是先天 唯武灵之体 此生只有一节 除去这一节 便可化身真正的武灵体 从此之后 道之意图永违平坦 这是 她师父尽管以修为补算 但仍然无法算出 红蝶这一节的因果 久而久之啊 此事也就放在一边 只是存在极少数人心中 一直等待因果来临 这次大战前 红蝶师父忽然红霞龙体 他心有感悟 立刻补算而起 这一次啊 居然被他在机缘巧合之下 摸到了红蝶一节的些许脉络 于是 在出战之时 他要红蝶把武灵交给其师姐 让红蝶师姐统领全国修士 进军四派联盟 事实上这一切啊 全部按照红蝶之时预料 以首途代替红蝶 获取了这一劫难 此乃应劫 而不是躲避 如此一来 首途身亡之时 红蝶结束已消 日后自然一路平坦 所以 红蝶才会从裂缝内走出 但此时啊 红蝶在发现 武灵居然少了一灵后 他不知为何 忽然内心一动 目光顿时阴沉起来 在他的身后 站着八人 这八人中 有七人衣着一样 他们有男有女 每个人 均都是上了年纪 这七人呢 是血玉国的 七位大长老 即便是红蝶进入朱雀国 这七人 也会一直跟随 贴身表